為了要推薦在地觀光的便利度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在這個生活的佈地點 新設立一個T-bike站 一定是在27號正式來開用 讓這個勤改風之後 民眾和UK來新化 可以更方便到自邊的經典來設合 進行台南的觀光文化 T-bike就是現在很多民眾出去設合 甚至是通勤的交通港区選到記憶 你現在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也正在新化區來的佈地點 新設立一個站點 有定中要在這27號開放輸用 台南市T-bike自105年8月起上線營運到現在 設置站位已經遍及交通場站、學校及觀光景點 使用人次更已經突破到333萬人次 為了提升T-bike的整體服務效率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今年度檢討之後 有調整營運績效差的站點 遷移到新化區新化武德店設置 並配合疫情趨緩 我們會在110年7月27日起正式啟用 去年這區選為經典小鎮的新化 前來有著很多特色的景點和靈魂風景 最多是學校由UK來到台南市政府的選項 現在在計劃T-bike的家裡 相信對到地区觀光的推行一定是經過幫助 地點就是在新化武德店旁的停車場 周邊還有大木匠廣場的等停車空間 可以方便開車前往的民眾去停放使用 可以再轉乘T-bike去遊覽新化老街街議場 市場還有體育公園等等 另外距離新化最近的火車站是新式火車站 它也有設有T-bike租任站 所以如果有興趣搭火車前往的人 也可以騎乘T-bike到新化漫遊 既好玩又可以輕鬆健身 所以是一舉數的 你現在在台南總共有77個T-bike的站點 幾乎共同跳也會配合各地的水用都來做貼配 好所有的公共主行車的水用率 可以達到最大的效益 也去台面中在這裡開放後 可以多多利用 這會套過T-bike來到新化觀光市場 接下來就是新化庫彩虹報道